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为了要降低长辈染疫的风险 华山基金会义工们 今年发送爱新年菜时 各个是全副武装 落实自主防疫 希望长辈们能够平安健康 迎接新的一年 好 新年快乐啦 好 大家快乐 因为今年疫情仍未退散 华山基金会的义工们 各个全副武装 口罩 护目镜和手套都戴好戴满 才将爱新年菜送到独居长辈家 希望透过落实自主防疫 让长辈们能远离病毒 安心过年 就是因为疫情变得比较严重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会在前去 不管是工作人员还是义工 我们前去送年菜的时候 我们都会着装护目镜 手套还有口罩 那送年菜的话 我们就是以尽量不进入按家为主 就是在门口送给长辈 最近疫情很严重啊 你有没有爬爬罩 除了全副武装外 义工们也会事先打电话给长辈 进行简单疫调 并在发放年菜时进行防疫宣导 叮嘱长辈千万别乱跑 我们在送年菜去给长辈之前 我们会打电话询问长辈最近的足迹 就是做一些简单的疫调 那我们在比如说义工要前去送年菜之前 我们也会在义工这边也做一些 一些疫调的部分 然后确保就是都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再去前往送年菜 那我们也会跟长辈宣导有关一些 要请洗手啦 要喷酒精啦 然后戴口罩等等的一些宣导的事情 那就是要提醒长辈要随时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 尽管因为疫情的关系 让今年的物资和捐款都变少 但华山基金会服务中正们的心不变 预计过年前会在全桃源市 发送一千多份爱心年菜 让长辈们都能暖心健康过好年 拜拜 记者刘雨婷 桃源报导 由于近期新冠肺炎疫情 在桃源持续延收 南韩五福公特别举办 吉安囊温厨艺法会 希望透过法会赶走疫情 守住如主 让人民远离疫情之苦 由于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在桃源持续延烧 南韩五福公特别在谢斗法会之天 同时举办齐安阳温厨艺法事 希望以宗教的力量来安定人心 让信众避免疫情轻热 因为最近疫情日趋严重 为了要安定民心 我们也要借助除了自己加强防务以外 我们要借助神明的力量 来安定民心 所以我们有做个叫做养疫除瘟的法会 我们经过除瘟加持这个福令 那么给这些信众能够放在身上来保护 那么避免这个瘟疫的传染感染过来 那么我们同时有这个除瘟的清净水 除瘟的清净水 那么让它能够很顺的活下去 那么喉咙呼吸器官 那么都可以清净下来 除瘟科医相当特别是 道教祖师传下来救度万民的科医 在庙里请瘟神带走瘟疫 再到南侃西将瘟神携煞与瘟疫送走 以此保地方安宁脱离瘟疫的清洗 比如说我们提供众神 派一些瘟疫 下来帮这些瘟疫 给我们伯父席都受伤 医抵和送命 除瘟法会意义 主要是叫瘟疫神 把瘟疫带走 所以今天我们摆一个符 和清净水 用瓦杰瓦 拿过来加持过 让大家带回去洗 和符子带回去带平安 除瘟法会还特别邀请民政局主秘到场参与 主秘表示这样的法会可以安定人心 也希望疫情能早日结束 这样子的法会 其实对于我们桃园的人民 都是有得到很大的心灵上的支持 跟这个照顾 那这个其实在疫情时间 很多的人民 大家都用不同的方式来为这个疫情 做一个解决的方式 跟一份付出 经过法会加持过的保命平安符 以及让温清净水 只要来南堪五福宫参拜 就可以免费索去 主委希望透过其安法会赶走疫情 守住炉主 让人民远离疫情之苦 记者赖伟一桃源报导 桃源市巴德护证所 为了要力挺辛苦的医护人员 特别设计了色彩明亮的 爱台湾抗疫贴纸 上面还有加油的标语 跟台湾的图形 代表桃源人一起守护台湾的决心 桃源市巴德护证所 为了力挺辛苦的医护人员 除了挂加油布条 还特别设计了色彩明亮的 爱台湾抗疫贴纸 来取代洽工民众 量完体温后贴的体温贴纸 上面还有加油的标语 跟台湾的图形 代表桃源人一起守护台湾的决心 民众经过测量体温之后 我们就会帮他贴上 这个应有齐心抗疫 台湾加油 桃源加油 同时中间是以爱心环抱的贴纸 这个不仅代表机关对防疫措施的完善 同时也代表着我们桃源人 上下一心团结抗疫的信心 爱台湾抗疫贴纸在2月1号起正式开贴 因为色彩鲜明 可爱又励志 推出后广受好评 大家都说很有创意 不只附近民众会过来索取贴纸 甚至还有人特地从中立跑来要贴纸 可以看到很多店家的门口都贴上了 这个贴纸让我觉得非常有信心 我们绝对可以抗疫成功 那也希望领到这个贴纸 我就个人行动 我就觉得我们 因为我是自己在做生意 那我就把这个贴纸 跟护证要了比较多张 我就贴在我们那条街上 就是把我们现在的心情 全台湾的心情都写在上面 那我们看了会更激励我们 所以会觉得 我们为台湾人而骄傲 为桃源为巴德而骄傲 除了用贴纸为防疫加油打气 护证所也提醒民众 现在民政局及各护所网站 都有建置及时动态 等待人数及导航服务 能够避开尖峰时段 节省洽工时间 记者来维一桃源报道 桃源市议员牛许亭 接获龟山山德里里长反应 想活化桃源巨蛋旁的建国一村 闲置土地 近日争取到将土地 违游市府带馆 未来规划将提供 周遭的居民停车与休闲的空间 位在桃源巨蛋旁的建国一村 在拆除建屋后 支持未能被有效利用 近日在桃源市议员牛许亭的争取下 敲定土地将由桃源市政府收回代管 并规划成停车场和公园 满足大山顶地区居民们 停车和休闲的需求 前眷村的这块土地 在空地活化的过程之中 其实是可以创造绿地跟停车空间 但是过去的时候 因为这两块土地都是国防部政战局 用标租的方式租给私人 所以那个时候是在契约中 所以没有办法做 那最近刚好租约到期 所以我们就联系了 这个国防外交委员会的 跟国防部快速的沟通 然后确定这个国防部 把这两块地保留 让市府未来来做委托代管的方式 来活化这两块空地 受限于都市更新计划 被信仪街分割为 南北两块的建国一村 北区段因为靠近大马路 将规划成工油停车场 那区段则因土地面积较小 将油公所规划成简易公园 现在要把这一块 大概可以停到250台左右的车子 南七那一块给我们做 山德里的零食简易公园 那做一些运动设施 老人的健康步道 小孩子的溜滑梯 种种给我们这边有一个休闲的地方 实际走访当地街道狭小 地上多画设红线或在门上写着请勿停车 就连一旁的农会办事处也缺乏停车空间 议员和里长期盼 借由活化这块闲置土地 能让缺乏空地和绿地的大山顶地区民众 能有更舒适的生活空间 记者刘雨婷 桃园报导 卢竹区顺心理关怀据点 为了让长辈展示自己的创作 因此特别举办了顺心理孝青活动即成果展 另外关怀据点的志工还在据点内设置了完美的拍照墙 并透过帮长辈与作品合照 期望让关怀据点的长辈们生活得更开心 各式各样的艺术品陈列在桌面上 一旁还有长辈正在仔细观摩别人与自己的创作 而这些琳琅满目的作品都是由顺心理关怀据点的志工 带着长辈一步步手工制作而成 不仅让长辈受益良多 同时也直呼很开心 我很感谢他们这些志工的指导我们 年纪大了我演艺是与力不大好的做得不大好 但是我的手工还是蛮巧的 做了很多东西你看可以看得到 做了很多东西 我也感谢这些志工们帮忙 里长帮忙 这个成果的花表 真的是给我们一个 我们这个长者表现的机会 我觉得我们大家每一位长者都会非常的开心 非常愉快 杨老师很用心 还有我们志工都很用心地在帮忙 教我们一些手工艺方面的东西 让我们做得都很开心 陆珠区顺心理关怀据点 为了让长辈展示自己的创作 因此特别举办顺心理 孝亲活动即成国展 对此当地里长透过成国展 不仅要让里面一同参与关怀据点的活动 另外里长也希望让长辈互相交流 激荡出更多创作的灵感 老师跟志工们非常用心 那我们顺心的关怀据点 展现不一样的东西 每个礼拜来 把一整年来的都把它展现出来 让里面也看得到说 他们可能要来参与我们的顺心的关怀据点 做了每一样的东西 都是吃至于他们自己的想法去做出来的 结合我们顺心的据点 让老师感觉说 今天这一整年的成国展展现出来 让他们都看到了 每个人就想我就不一样 这次顺心理关怀据点所举办的成国展 除了有展出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 另外关怀据点的志工 还在据点内设置了网美拍照墙 并透过帮长辈与作品合照 期望要将影像制作成相框 借此让关怀据点更活泼 记者王中均台报道 各位所有的乡亲朋友们 新年快乐 在这边祝福大家 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从岁首到年中 耶和华的眼目 必看顾我们台湾 桃园 在最后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牛年平安 健康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活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参与 桃园越来越好